最近阿 簡安哥阿 看到我們大家庭裡面阿 非常的踴躍阿 在PO一道料理叫做什麼 不行 可能是也冬天到了啦 開始歡呼啦 大家都要PO 麻油雞湯 那今天一樣 簡安哥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教大家做簡單各版的麻油雞湯 加上什麼 松拌麵線 市場挑選新鮮的雞肉 先幹嘛 你要先過水 然後熱水燙完之後 然後再給它沖洗一下 把它的一些渣子沖掉 那松拌麵線一樣 我們先把它燙過 燙過之後冷水沖一下 再下來切片 所以我們先用沙拉油 去把那個薑的味道先帶出來 來 要太熱 因為要快點熱 這個薑 好啦 你看 牛仔開始煎了 我們現在火紅還有那麼大 來 我們稍微再帶一點蔥小火 你看看 把薑拌到這樣 都煎煎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轉大火 然後準備 好 我們的那個雞肉 全部給它下 來 稍微翻炒之後 來我們的松拌豬 松拌豬一起下 最後下去 下去炒 現在我們炒到 雞肉的水分就要炒掉了 裡面都沒有油而已 雞油跟我們的油 好 來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我們的麻油 了 OK 這時候我們的米酒 來 加薑的 稍微的給它揮發一下 酒煎揮發到差不多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水 總共這樣一千塊CC 我們直接上鍋了 粉上去雞肉 大顆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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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再炒我們的這個茎葉 鹽巴還有我們的白胡椒 好啦 那我們的麻油雞湯 我們現在完成 來 兩把直接給它多下 來 我幫你拉一下 微微的 我們為了讓我們的 麵線越香 我們把我們的麻油來 直接在碗裡打底 沸水下打到冷門煎 來 我們可以了 直接把它拉起來 直接滷 再來我們把它加到我們家的麻油的碗裡 再加上我們剛剛那個雞湯 我們的麻油雞湯 鬆綁麵線 完成 這麵線 會比較有麻油 要拌拌一下 等一下再加一點麻油 來 再挑上一些 這個雞湯 好有丟臉 有點吃光 來 吃點吃 我本身啊 是比較吃沒有那麼重的酒味 所以這個完全依照客人喜歡 如果你沒有想要吃到這種酒味 你可以照著我的方式 我的方式酒味是幾乎 看見 是幾乎普遍的人不喜歡喝酒的 也都可以接受的 我吃的雞肉啊 只要剛剛水水的雞肉 我一定會調一下簡單的 蒜頭加醬油 來 我們的超級好吃 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和備料 就能做出一道 比外面還像樣的 我們的 麻油雞湯 加鬆綁麵線 超美味的 新鮮